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实上 航空测绘相机与侦察卫星功能非常相似 都具有对敌情报侦察的作用 但是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 航空侦察机不但能够克服地球区域和地形障碍物对视线的影响 而且还能解决卫星侦察速度过快 不能实时监控的问题 是目前获取战场情报的主要手段之一 航空侦察机除了能够应用在军事领域外 民用领域也有很大的潜力 航空摄影测量 资源遥感调查和环境监察 栽情监控等等 而航空测绘相机领域 就不得不提军事和经济实力非常强悍的美国 他们早早开始布局研制航空相机 早期由于受到技术不足的要求 人们研制出了以胶片为载体的航空相机 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 胶片相机的弱点则明显保露出来 它并不能适应快节奏高强度的战争需求 这就迫使人们研制新型航空相机 侦察卫星所用的相机 几乎与航空侦察机是一致的 要知道 为我国打造10亿像素相机的科研单位 曾经为我国多款卫星专用的光学相机 而其研制的高颈一号卫星相机 是目前分辨率最高 质量最轻的光学相机 性能极其出色 同时向世界展示中国强大的科研实力 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 就开始研制高分辨率的航空相机 获得了不少价值不菲的情报 而这次10亿像素级别的航空相机研制成功 更容易使我们更快捷地获得情报信息 然而就在我国研制10亿级别的航空相机时 美国这个科技和经济大国依旧没有停下脚步 他们不甘落后 也有自己10亿像素级别的监视成像系统研制计划 它由多款镜头拼接而成 在6000米高空飞行 可能拍摄单张覆盖4000万平方米的超级照片 当然除了拍摄面积大外 它的清晰度也高达15厘米 还同时能跟踪65个目标等等 现在我国航空相机技术突飞猛进 但是也要时刻保持危机意识 要知道我们与美欧等国在一些领域还存在较大的差距 抓紧发展自身才是硬道理 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 请点击我的头像 免费订阅迷彩虎军事头条号 原创虽不易 但我们会坚持每天更新 您的关注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